今天我们会尝试去写一个stack 并且利用这个stack来解一个balance的括号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介绍过 现在就先介绍一下 那什么是balance的括号了 我们可以假设 就是平常我们写数学算式的时候 我们会很常会用到这种符号 小括号 然后中括号 这是大括号 还有那个中括号 那如果 什么是balance形形 比方说这种其实是balance形形 开开关 开关 这种情形 就是balance 因为我们会看得到就是 这两个好像是可以抵消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抵消 那这两个抵消 这两个抵消之后了 这两个也是那个同样的符号的底效 在这种我们会说是balance 那这种就不balance 比方说这种 那虽然了开挂号的数量是两个 关挂号的数量是两个 但是呢 我发现了这个底效之后了 这两个就是开关的那个状态是不一致的 那我们还有一种情形就是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是开号 然后这个是关关关 那当这个拿掉之后 我发现这个跟这个要配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不是一种那个balance的情形 那怎么样定义一个balance的挂号的情形呢 我们如果真的是很严谨的 很严谨的那个那个讲法就是 好 那如果我那个 那我把那个s的 就是定义是一个有效的那个balance开挂号的情形 要么了 好 那要么了s的可以长的形态是怎样 要么就是开关 这种就是ok的情形 对不对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 它是这种情形也是ok啊 这种也是一种ok的情形 对不对 那或者是 它是这种情形 当然也是ok的 对不对 那或者是 有很多或者 或者是 它 它是 开挂号里面的一个s 这个s是 任意一个 就符合情形的那种情形 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 这种情形 或者是 这种情形 或者是 你左边是一个合法的 右手边也是一个合法的情形 那如果 如果一个 一个sequence 一个 一个由开关挂号的sequence 可以 可以表示成这种情形的话 那它就算是balance的 那我举个例子 我们就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 这个是怎么看得出来 比方说我现在 今天是开这个 然后呢 就是弄一个开 关 开 开关 开关 关 嗯 不对 这是关 好 这不弄那么复杂了 好 那这个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合法的情形 因为什么 我先看一下 这个小部分 是合法的 这个是ok的 对不对 那这个小部分 是合法的 也是ok的 那这个小部分 也是ok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这个是ok的人 这是ok的人 根据我们说 有两个ok的人 并排在一起的话 它也是ok的 所以这整块 是ok的 对不对 那根据我们的定义 开括号 一个ok的人 关括号 这个就根据这个条件 所以这整块 也是ok的 可以吗 这个ok 这个ok 好 希望大家听得懂 我讲什么 这个来到这边的 也是ok的 然后最后呢 这个是开中括号 关中括号 里面是一个合法的sequence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 这整个也是一个ok的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 就是我给你一个 从大中小 这种括号 所组成的那个sequence 我有没有办法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sequence 那听起来是 蛮难的 对不对 就是我怎么着手 那但是呢 这个问题掐好 有以下的那个演算法 就可以做了 我就告诉大家 那个演算法是怎么做 那 我随便开 就写一个sequence好了 开关 开 开关 开 关 拿好了 好 那我们 要做的就是 我们就需要 使用一个stack 开始的时候呢 那个stack是 什么都没有的 那 在我们这个sequence 我们就是从走到 要陆陆续续的去找 去看 看到第一个 我就问一下 stack最顶的 目前最顶的人 是不是能跟大家底下 那反 总之啦 开 开关号的 就是不底下的 行行 所以我一开始看到 第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我看到的人 我就发现 他要放在那个stack里面 OK吗 然后下一个 我就看到 就是这个人 第二个人 对不对 第二个人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放在那个stack里面 开 然后呢 当我看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了 我就发现了 哎 他对上的 那一个人 就是刚刚好是开的 所以我就是可以跟他底下 跟他底下了 我就是把这个做一个pop的动作 形成这个状态 但我做第四个人的时候了 我就把这个开大关号放在这边 因为他跟这个没有办法底下 5的时候就把这个开放在这边 5就是做这个对不对 好 当我做到下一个这个人的时候 我就发现跟这个底下了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拿走 当我在做看这个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开中挂号 那我在看这个的时候 关中挂号跟开中挂号 刚刚好可以抵消 我们永远呢 是看那个stack最顶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做完这个 这个这个人的时候 那个stack的形状应该是这样的 但我在做这个的时候了 发现这个也可以抵消了 这个也可以pop走了 当我看这个的时候 这个也可以pop走了 当我完成整个sequence的时候 都没发现问题 而且到最后那个stack是刚刚好是空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balance的那个 挂号的sequence 如果不是 比方说有怎样的形形 不是的 比方说这个 开开关 好 这样的一个sequence 我们做完之后会变成这个状态 先放一个开 再放一个开 再看到这个关的时候把这个拿掉 这个stack做完没有清掉 没有清空掉 这个就是不行的 不对的 另外一种不对的情形是怎样发生的 就是我们发现要抵消的时候 你要抵消的人 那个那个形状不对 那这个也是也是不行的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情形 比如说这个开 开关 关关之类的 那我们放在那个stack里面 一开始是放开 是这个 然后在下一次就放 也是另外一个开 但是当我们process是处理这个人的时候 这是关中挂号 但是最底是开的 不行了 这跟他没有办法抵消 这个也是一个不对的sequence 我们其实是有办法证明的 刚刚那个演算法是对的 但是证明需要一些功夫 那大家就相信我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很简单 我们先要把一个stack弄出来 然后就利用这个stack就是把那个input的那个sequence 这是parantesis 逐一的读进来 如果我发现读完最后 利用这个stack读完最后 那个stack刚好是没有东西的话 那就好 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balance的sequence 不然的话 在中途或者是读到最后 发现它不是empty 我们发现有不对劲的 就告诉人家 它不是一个balance的sequence 那如果大家都了解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去那个上级的部分去看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上级做这个stack 和那个balance parenthesis 这个那个检查的程式 所以我一开始就也是先做一些include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integerName 好 那因为也是为了示范起见 我们就很简单的 就是用global variable 来把这个stack放进来 所以好 这个stack 因为我们最后是放character的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弄一个character stack好了 这个stack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s 我们就叫s 那我们假设它可以放 就是给它长度为100 一般好了 就是它最多可以放100个人 那对于这个stack来讲的话 我们需要永远要记得就是它最后的那个位置是怎样 那如果是一般的q 我们就会前头是叫head 尾巴叫tail 但是stack 我们的看法通常都是把它叠起来的感觉 所以呢 它最后的一个人就是它最顶的那个人 我们一般会把它叫做top 所以top就是等于我们的tail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也也也也记录一下它有多少个人在那个stack里面 所以我有那个number of items 一开始我就设作为0好了 那要做这个stack了 我们需要做两个动作 一个就是push 一个就是pop 那push的话 那就是把我目前的东西放进那个stack里面 所以就是我要push一个东西在里面 所以就push一个character好了 现在我们的character就是要push进去的 要么就是开小开开小括号 开中括号 或是开大括号 那我要push的时候了 就是我就要看看 无论如何 我先看看它是不是完全没有人的 就是如果number of items 是等于0的话 那我的top这个时候了 我要记得就是把top了 要把它设作为0 就是最顶就是0这个位置 然后呢就是把那个 那个s的top s0这个位置 把它设作为 设作为我现在的那个character c 那不然的话那个number of items 已经不是0了 所以我们就是else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number of items增加 也就是top 其实呢我们可以简单一点 因为反正top就是一条局限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是用top这个数值 就是可以代表那个有多少个elements 好 那我省一点 好这个时候省一点 top等于0的话 啊 嗯 好 我看看了 还是不省那么好 不好意思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好 我们写的比较笨一点 但是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时候了 top就会需要增加 好 然后呢 s 我就是把s top了 这是设定为c 好 然后呢 在最后我要push完之后了 我们记得要把number of items 要把它增加 这样就对了 这个就是push的动作 我把一个人塞在那个stack的时候的动作 那我们还需要写的另外一个function 就是那个pop的动作 pop了我还是pop了 我们现在是把一个人拿出来 pop可能什么都不做 是把一个人拿出来就可以了 那注意的就是我们当我们要pop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确定那个stack里面是有人 我们才pop的 那要pop的就很简单 我们就只需要把那个top降低一格 然后就把number of items也降低 那这样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pop了 那有时候了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目前的stack最顶的那个人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可能就有一个人 有一个function 我的名字叫 这个人叫 top item 通常我们叫top的就是 好 那这个时候了 我们就是轻轻的把那个最顶的那个人告诉你是什么 所以就return那个这个stack里面的最顶的那个人就对了 好 所以top item就是最顶的那个人是什么 然后pop就是把一个人拿走 push的话就是把一个人塞进去 然后我们再弄多一个function好了 那个叫 isEmpty 就问一下他是不是Empty 这个stack是不是Empty 好 if 我们写笨一点 但是这个比较清楚也是一样 这写的程式写的很厉害的人 可以把这个浓缩为一行就可以了 不过我是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就写的清楚一点 所以如果那个number of item是0的话 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return 就告诉我 是 他是Empty的话 else的话 我们就是return 0 这是false 这边呢我们 return type是integer 其实 比较好的是return type是boolean 不过这样也ok 好 以上就是写完那个stack的 那我们就在这边要开始要解那个 那个balance parentheses的问题 好ok 所以呢我们就是这边需要有一个character 这是input characters 我们一开始呢 请人 打那个 好 这请人打一个 一个paranthesis sequence 他不一定是balance 反正就请他打打 他打完之后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把他的那个 那个character逐一的读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他character 一一的读进来 好 所以我们就scan F 那个现在的那个 那个character是什么 然后呢 把它放在那个input里面 好 所以呢 他最后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enter的 然后所以当 我们的input这个人 他不是 那个enter这个符号的时候 我们都会尝试去做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判定 他是怎样的情形 其实是只有六种情形 if 那个input 是等于 开挂号的 好 这是第一种情形 那我们做一些事情 那如果是input是开挂号的时候了 我们要怎样 我们就是看到开的 我们就需要把它push进去就对了 再push 那个input进去 那个step里面就对了 那所以呢 input不一定是开挂号 如果他发现input了也是 是是这个这个开中挂号 或者是input了是开那个大挂号的话 那我们都要push这个input进去 所以这个马上做 没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可以省一点不用这个 好 好 如果了 我们就看看了 input 是等于 关 小挂号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了 我们就看看了 那个stack里面最顶的人 是不是那个 那个跟他能够抵消的 若是能够抵消的话 我们就抵消 如果不能抵消的话 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有错误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不能抵消的情形 我先看看有错误的情形 如果 这个时候 这个 我们的stack是空的 是空的 我们就 就一定是有错误 或者是 那个topitem 不等于 不等于这个 能够跟他抵消的那个人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printf error 啊 或是马上就可以告诉人家 这个就不是那个balance pans 啊 the sequence is not balanced 好了 好 而且做完之后 其实我马上就可以 可以走掉了 这不用继续再做这个wow loop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把这个拿掉 放在这边 我那个对的不好 看看他 这个要对这个 所以了 这个释放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 印这个有问题 不是我们要的 而且了 我们就不用继续再做 这马上return就可以了 那这边return0呢 是告诉人 人家 我们这个程式是正常的离开 所以一般是0 并不是因为 因为它的结果是not balance 我们就要return1 或是return其他的 所以return0 通常就是说 我们program是正常离开 我们都是return0 在main来讲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离开了 那不然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else的话 我们就是要 把目前的那个 那个那个stat 就是跟这个这个character来抵消 那 所以 这个就是第三种情形 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就是把它操一下就对了 因为这是等于是其他的那个 那个情形 所以我们是蓝一点 用操的 不过要小心 我们要改一下哈 所以呢 下一种情形 就是看 关的是这种关括号 好 所以如果关括号 它对应的不是这个 关中括号 对应的不是开中括号的话 我们知道它不是balance 不然的话 我就跟它抵消 那最后就是 第三种情形 就是开 关的是大括号 那对应的 如果不是开 大括号的话 那是有问题 不然的话 就paw 那这个wild 结束的时候 就是我们把所有东西都读完 如果中间有错的 我们就已经有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了 会有两种情形 就是 那个stack还有东西 或者那个stack已经没有东西 如果那个stack还有东西的话 那这个时候了 就是有问题 如果它没有东西的话 那就没问题 所以这个最后 我们做最后的一个检查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时候那个stack 是空的 那我们这是printf balance 那个sequence就是balance的 不然的话 我们这是printf this is not a balance the sequence is not balance 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 这个程式就打完了 我们就试试看 这个有没有办法可以顺利的compile 我们试试看好了 先试试看 好 那我们就看看 我们就开关 开开 关 关 这个看起来应该ok 这应该是balance的 所以我们就试试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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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跑 为什么 好 有问题 我看看那个问题 啊 问题有有有 发 不好意思 这边真的是 好 我们呢 在这边scan了这个c之后了 我们做这个wild loop 自然做完之后 没有 没有在做scan的动作 所以它永远都是 就是放在第一个character的情况 我们在这边需要做的是scan下一个character 所以我们露了这一句 好 scan percentage c 然后 and 那个input 好 我再来一次看看这一次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 好 再来 开关 开 开关 开关 好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对的 这次他说this is not balanced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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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是scan percentage c 好 好 我们大家一同来检查一下好了 好 啊 这边我们还有一个错误 这是top item 这个是一个function来的 所以我们要开关关号 要把它打回去 不然的话这边有问题 再看看这个底下 这边还有一个 好 好 那么 我们就先试试看 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们先试最简单的那个情形 开关好了 啊 开关是没问题的 好 那我们再试下一个 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比如说今天是开关开开开关开关关 这个比较复杂了 这个也是balance的 那我们再试一个 再试一个 再有几种情形 比如说开开关关这种看看行不行 这个也行的 那我们弄一个不行的 这个就是开开关关 那这个因为当我们出现中括号的时候呢 它所配对的人不对 所以这个是有问题 所以这一次就是this is not balanced 那我们最后再试一个长一点点的看看是怎样 比如说今天是开 我们只有开没有关 好 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取消 所以也是一种错误的情形 对不对 所以这我们就看到它是not balanced的 那这边呢我们就是主要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解这个balance practices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stack的implementation要怎样 基本上我们是需要push跟pop这两个function 但是有时候了我们为了方便我们的程式起见 我们还会加 is empty 去check一下它是不是那个真的是空的 然后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top 是可以去看一下那个stack的top的是怎样 那 那希望大家还可以觉得那个stack的应用 或是它的程式不复杂 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来去做一次这个balance practices 这种这个问题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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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